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到后期QGI被经过一波激烈的团战牺牲四人 敌方五人势如破竹 企图直接一波拿下比赛 就在此时弗赖的花木兰面对敌方气势汹汹的五人无惧无畏 直接埋伏在草丛的花木兰一技能杀向五人 二技能秒杀东皇太一切换重剑 一技能闪现皮死吕布顺势带走老夫子 弗赖的花木兰虽然最终倒下 但其在队伍危难之际以一敌五连斩三人 无论在操作还是心理素质上 都体现了职业电竞选手的超凡能力 榜单第九名来看橘子杨简的精彩操作 比赛进行到九分钟左右 QGI被在经济上占据微弱优势 伊斯塔试图寻找机会 搬回局势 只见伊斯塔两人埋伏在草丛 见橘友精前来 伊斯塔两人直接开大秒杀橘友精 双方队员纷纷赶来支援 多人陷入一场混战 就在此时 橘子的杨简赶直战场 二技能打残花木兰 紧接一技能位移 顺时大招 直接扫死花木兰 见第一方张飞试图逃跑 杨简看准时机 一技能标记张飞 直接跃至塔下 紧接二技能晕住多人 随后闪现 撤离战场 见队友打仓甘江墨叶 杨简再次召唤笑天犬 咬住甘江墨叶 顺时将其带走 橘子的杨简能进能退 代言伊斯塔以一换四赢下团战 成功改变比赛局势 榜单第八名 给到的是玉青的貂蝉 比赛进行到十二分半 双方在野区展开遭遇战 只见张飞开大率先发难 YTG众人一拥而上 打残GK多人 就在此时 GK其余队友赶来支援 玉青的貂蝉见敌方多人残血 立刻二技能杀入人群 秒杀王兆军 顺时一技能带走吕布 YTG仅剩张飞一人苦苦支撑 最终惨死在貂蝉法阵之中 玉青在关键时刻团战拿下三杀 带领GK一波拿下比赛 榜单第七名 来看刘苏露娜的月光之舞 比赛进行到十一分钟左右 双方在中路打得你来我往 难解难分 就在此时 刘苏的露娜早已埋伏在野区 见敌方前来包围 刘苏的露娜先发制人 二技能标记橘有精随即展开攻势 月下无限连将橘有精玩弄于鼓掌之间 纵使仙哥众人前来营救 也抵挡不住露娜的月光之舞 橘有精败倒在露娜脚下 而敌方不知火舞也再见难逃 被露娜穷追猛打 最终一命呜呼 流色的露娜此波月光之舞 堪称完美至极 榜单第六名 来看荒年的达姆 一拳定乾坤 比赛来到后期 SC集结中路 凭借兵线推进 强拆Sweeper中路二塔 就在此时 荒年的达姆见敌方站位集中 果断一技能杀入敌阵 反身大招 击晕四人 Sweeper中人一拥而上 顺势打残敌方多人 纵使SC生存能力极强 以敌不住Sweeper的迅猛攻势 SC众人被逐个击破 荒年的达姆凭借逆天一拳 直接扭转比赛局势 并带领Sweeper一波拿下比赛 榜单第五名 给到的是诺言的老夫子 比赛来到二十分钟左右 双方多人带着复活甲 集结于中午 试图寻找开团机会 大善一触即发 只见露娜杀入敌阵 率先发难 就在此时 诺言的老夫子在一旁 直接闪现大招 拴住不知火舞 配合队友将其秒杀 随后撤离战场 伺机而动 见敌方多人残血 老夫子再次切入战场 挥舞剑齿 在乱战中敲死两人 诺言的老夫子 团战思路明确 优先攻击敌方输出 带领E-Star灵魂4 赢下关键团战 并成功击败QGI 赢下比赛 榜单第四名 来看Cat诸葛亮的四连超版 15分钟时 YDG四人集结下路 试图围剿杨剑 而QGI被众人也前来支援 就在扬解危难之际 Cat的诸葛亮及时赶到 只见诸葛亮一技能 打残老夫子紧接打招 一发元气弹秒杀老夫子 攒出被动打残曹操 闪现追击 又一发元气弹 带走曹操 之后带着两层被动 打残张飞 三发元气弹 张飞惨死塔下 诸葛亮继续追击 打残渔击 再击大招顺秒渔击 Cat的诸葛亮 四发致命元气弹 毁天灭地 四连超凡 盖世无双 榜单第三名 来看威放的一波精彩团战 比赛来到19分钟 威放凭借兵线推进 试图强拆XQ下路高地塔 只见张飞开大 吼晕三人 威放风驰电车般 拔掉防御塔 而敌方花木兰 强切不知火舞 威放反应神速 立即抱团围剿花木兰 纵使花木兰闪现逃跑 也逼不住威放的成蹲伤害 被直接秒杀 就在此时 几时的草操带领威放乘胜追击 一技能连续突进 赶走XQ后排 再配合队友秒杀杨茜 随后撤出高地 待敌方三人技能全交后 几时再次站了出来 一技能逼出诸葛亮辉月 随后将其带走 再二技能减速孙并 配合队友将其击杀 威放五人凭借完美的配合 灵幻舞团灭XQ 随后就着兵线 点掉水晶 拿下比赛 榜单第二名 来看刘苏杨茜的 夺命肖天拳 比赛进行到22分钟左右 先隔五人集结于 朝安会高地 试图一波结束比赛 无奈兵线乏力 只好撤退 就在此时 留宿的杨茜看准时机 一技能标记诸葛亮 见诸葛亮被打至残血 杨茜顺势一技能 打出诸葛亮复活甲 随即开大吸血 在人群中顶住成敦伤害 待诸葛亮复活 杨茜的肖天拳 再次咬中诸葛亮 并且将其斩杀 一方达摩残血逃跑 杨茜找准角度 再次召唤笑天犬 咬住达摩 顺势将其带走 此时 仙哥仅剩后裔一人 被A级超王会 轻松拿下 A级超王会在刘苏的带领下 在关键时刻 团灭仙哥 几人不顾兵线 顺势强拆水晶 拿下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刘苏杨茜 当时的出装 抵抗之靴 破甲弓 冰痕之卧 魔女斗篷 破军和血魔之怒 破军和破甲弓 使杨茜一技能的 斩杀效果大大提升 配合冰痕之卧的 减速效果 大大提高了 杨茜的战场收割能力 榜单第一名 来看冰哥的花木兰 如何逆转团战 比赛进行到11分半 GK正在攻打主宰 DF火箭前来阻挠 就当主宰倒下之际 双方陷入一场混战 DF众人瞬间残血 逐各牺牲 就在此时 冰哥的花木兰前来支援 只见花木兰一技能杀进敌阵 切换重剑 打残杜人 紧接一技蓄力斩 劈死两人 随后再次蓄力闪现 打残马克波罗 切回短剑 顺势将其带走 敌方两人试图反杀花木兰 无奈输出法力 只好撤退 只见花木兰二技能减速牛魔 顺势将其斩杀 冰哥的花木兰在团战中 连斩四人 成功逆转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 冰哥花木兰当时的出装 迎刃之足 破甲弓 不祥征兆和反伤刺甲 不祥征兆和反伤刺甲 能够有效限制敌方射手输出 使花木兰在团战中 横扫千军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您可以通过 王者荣耀游戏核端 和王者荣耀助手 参与到比赛的精彩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KPL王者荣耀职业联赛 我是殷凯 我们下期再会